你吃过黄鳝吗? 在农村的餐桌上,经常会出现很多也未做成的美食 其中黄鳝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 不仅口感较好,而且还有着比较丰富的营养 深受人们的喜爱 然而村里的老人们却常说 黄鳝可以吃,超过三斤的黄鳝却不能吃 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吗? 俗话说初夏吃黄鳝,生活吃人生 相信很多农村的小伙伴都有过捉黄鳝的经历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黄鳝是最肥美的时候 不过我们所见到的大部分黄鳝体型都不算大 超过三斤的更是少之又少 就算有人真的捉到了三斤中的黄鳝 也会被长辈放生 而老人们给出的解释是 这种黄鳝体内含有剧毒 一旦人吃下后,就会中毒身亡 据说曾有人抓到过一条三四斤的黄鳝 拿回家后给狗吃了一款 随后狗子很快便弃绝身亡 这种说法听起来让人有些不可思议 甚至充满了一些迷信色彩 但秉持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大部分人还是选择放生掉那些体型比较大的黄鳝 毕竟没有人敢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 不过这种说法也让人们产生了好奇 难道体型超过三斤的黄鳝 真的有如此令人害怕的毒素吗 这到底是确有歧视 还是有人在危言耸听 农村老人常说三斤中的黄鳝不能吃 难道真的是因为含有剧毒 如果吃下后会发生什么呢 在农村地区 那些体型比较大的黄鳝 也被人们称之为望月鳝 而这个名字的由来 其实受到了他们习性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 黄鳝是一种咒服夜出的物种 每到晚上的时候 他们才会从洞穴中出来 并且将自己的头探出水面来呼吸新鲜空气 这种动作在人们看来 就像是在望月一般 也正是因为他们这个奇特的动作 给望月鳝添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所以在很多人看来 这种体型比较大的黄鳝都是不能吃的 甚至还有人说 一旦吃下望月鳝 就会化成一滩浓水而亡 所以望月鳝也被称为化骨鳝 不过虽然黄鳝常常以美食的身份 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但其实无论体型大小黄鳝 都是一种带有毒素的生物 而它们的毒性并不算强 只要处理得到 并不会导致人体中毒 所以体型超过三斤的黄鳝 并非人们却认为的那样含有巨度 并且至今都没有科学证据表明 望月鳝能够让人体化成浓水 所以大家也不必过于在意 既然如此 那么人们为什么依旧选择不吃它们呢 由于黄鳝的生长速度并不算快 大部分被人们捕捉到的时候都不足三斤 而那些体型庞大的望月鳝 更是生存了几十年 才能够拥有如此大的体型 在很多人老人看来 这类生存年限比较久的动物 吃掉实在是太可惜了 所以将它们放生也是在积德行善 所以才会建议大家将其放生 因此也就有了一句话 叫做在穷不吃望月鳝 既然望月鳝的故事是假的 那么这是不是就代表着 我们能够放心食用超过三斤的黄鳝了呢 从道德层面来讲 吃掉生存了几十年的黄鳝 似乎确实有些不太合适 但如果不考虑这一层面 望月鳝似乎也并没有其他特殊的意义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够随意食用 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实际上 黄鳝虽然没有很强的攻击性 但它们确实存在着一些毒素 如果制作的时候没有注意 就会造成身体出现不适 而望月鳝体型比较大 肉质也会比较厚实 如果烹饪的时间比较短 很容易会做不熟 从而导致中毒现象的发生 不过也有人认为既然做熟就没事了 那么烹饪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些不就好了吗 其实还不仅如此 望月鳝生长的年份很长 它们长期生活在水中 在食物短缺的时候 水域中那些腐烂的动物尸体 都会成为它们的食物 久而久之在望月鳝的体内 也会滋生很多的细菌自己寄生虫 再加上近几年来 人们对于水源的污染越来越严重 很多水生动物体内 都积攒了大量的重金属物质 这样一来就不太适合人们食用了 并且从目前来看 野生黄鳝的数量越来越少 而市面上见到的大多是人工养殖的黄鳝 所以基本上没有超过三斤的 就算人们想吃 都很难能够找到 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黄鳝虽美味 但吃的时候也要格外注意 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